你记得你对北京第一印象是什么 第一次来北京的印象 应该是92年年底 我第一次到大陆来 到上海去吃饭 隔壁桌 结婚 我们小时候不是 大陆同胞吃草根 啃树皮 我一看桌上剩下很多饭 这都不吃完 所以你看台湾人有多土 这种政治宣传的东西 都把你拉得很远 我觉得大家多沟通 也是有好处的 台湾呢 比如说那时候是一个蛮苦闷的年代 你看那时候六个年 苦闷 我念高中高二 一直到大学毕业是1970到1980 这个之间台湾退出联合国 对 然后日本 砰一下就因为这个事情跟台湾断交 对 75年 老蒋还去世了 老蒋还去世了 内外的冲击很厉害的 因为它毕竟是个小岛吧 那时候 比如说大家逃避苦门的方法是什么呢 比如你周围同学们 大概7475年左右就开始有民歌的运动 对 反战啦 什么自由啦 人权啦 就是这样蜂拥的来嘛 所以从自己自己的语言中文开始写歌开始表达 虽然是很简短很卑微的一些 很本能的 很本能的 走在相见的小路上啦 小雨中的回忆啊 他代表了一种大学生对于用自己的语言来唱歌的这种愿望 嗯 表达自己我觉得是重要的 毕竟我是一个受过所谓的高层教育 对 医生的家庭 那种人命是重要的 生命是必须要被尊重的这样 所以去表达一个对于歌曲 对于自己的一个单纯的想法 一直到李敖在台湾 他论战 然后开始写批评 时局的文章开始 他应该对你这代 就是年轻人应该是特别震撼的影响吧 当时 算吗 对 很厉害 很厉害 他写那些批判文章的时候 他是竖起X腰带 打仗的时候X腰带 他竖起他 他才写的 他真的是这样 那你有什么习惯 习惯 你有什么类似的习惯吗 年轻的时候就是要在三间半夜 没有电话 没有 不会有人来打架 现在我写的东西 大概就随时都可以写 方便 我们有个iPhone 上面还有录音机 随时 所以那时候你是等于是白天穿着白大褂 然后实际上夜晚过的是一个戴墨镜的生活 是这样的 对 那我选那个科也是 比较不用直接面对病人的 是X弯科 X弯科 X弯是不是也是变成一个隐喻了 你用X弯来面对这个 有意见 你现在回忆一下医学训练本身对你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是一个 有有有有有有影响很大 有些人会觉得我对事情你怎么想那么多你你你你搞那么严肃干嘛 嗯 那个训练本身就是告诉你说 事情就要看背后的原因嘛 嗯 你那时候整个台湾的社会是越来越争取更多的发言权正好是碰到那个有点像从冬天到春天那种过渡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对对 当时用时代情绪对你的刺激是非常直接的吗 实际上让你的创造力明显的上升吗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 我觉得是有 但是我又没有特别跟时代非要走在一起 嗯嗯嗯 但是这点是不是你觉得自己蛮矛盾的就是一方面你所有人都会觉得你是特别厉害的捕捉了这个时代的精神 另一方面你跟时代有保持某种疏离感 其实并没有这么愿意去involve或engage在这里面去 我觉得这是我的矛盾 嗯对 先天跟成长跟后天两个都是一个知识分子 嗯都得去看一些都得去看一些问题在哪里对对对 Problem在哪里病在哪里然后想自己也想办法去分析强迫症 对分析强迫症 对等于第一张唱片出来的时候他那种震撼性的影响是远超你的预料吗 还是远超过我的预料你当时什么感觉你现在回忆起来 有紧张我我觉得肯定有紧张嗯 我不知道怎么handle事情 嗯关键是那接下来三张唱片都是非常的成功 也算是获出去了啊嗯 觉得好像要做这个就得把它把它做好 那我觉得可能关键在另外一点就是也想去帮点忙嘛 嗯有时候虽然关不上麻还搞个乱七八糟了 嗯但总是想在这里面有点至少至少有点贡献 嗯对又必须要去做点事情 但是又又又怕自己站在太前面明目张胆之下 因为会有很多压力随着 人家对你的要求人家对你的期许 大家要你继续能够替社会去打卖 对对对 去看一些那个压力太大了 如果敢讲一些人不敢讲的话 那因为我有医生这样的一个职业 我没有把自己放成是纯歌手啦 創作这样 那就比较大的空间去想一些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市场嘛 嗯 还没有所谓的市场 所以纯粹是一个比较业余的心态 我觉得就是比较业余的心态 到现在我都还不能不适应 不适应 对我都还不适应 这方面是失败的一个歌手 所以到84年我出完那个家人的唱片 年底我就赶快离开了 主动离开台湾 对 环境的刺激 加强创业力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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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长平店跟我一样大 我以76年生的 所以你76年在这开了是吗 76年 对 这还有楼大佑的黑胶吗 楼大佑好像有聚专心对吧 不大家要有新的黑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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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的有吗 旧的有吗 旧的没有 旧的没有 旧的七雞那些都没了 他第一次出第一张专辑就很棒 那时候他是一个很反叛的一个形象吗 别人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 他算是台湾教父来 教父籍的 那个时候是最好的人 您觉得西门厅这些电话是什么 这个被印度 嗯 对 不有意义 所以是不是到了纽约就觉得很自在 我记得我到了那一天应该是星期五的下午 然后从地铁一下来 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最大的最大的标准 全部在那边 你看到真的是美国很强盛很强盛的美国 这国家主导全世界的这种流行文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之后来发现 跟这个国家后来做的事情好像有点不一样 这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理念的美国 和作为一个现实的一个国家的美国之间的冲突 对 纽约那个时候 它是一个暴力跟恐怖的都市 地铁里面常安会有抢劫了 有几个地铁英雄身上就带了一些武器 然后别来抢 就杀了人 那个时候在纽约是其实 graffiti 画了一堆这种壁画 大家也苦闷 最成功的企业家 最好的艺术家 没钱的艺术家 这种要饭的乞丐 怎么样 什么样的人都有 比如说那两年纽约的生活 他对你看待事物的方法 包括音乐本身 他的塑造是什么 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想比较主流的东西 比较主流的东西 我会从纽约身上学到一点 就是我自己是什么 去发觉自己 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西方人没有的 白宗人没有了 那些前卫的音乐家没有 其实这点非常有趣 歌曲是一个语言的花朵 我们在语言本身设置了太多的限制 假如这些框框 它慢慢没有了以后 我相信大家对语言熟练的程度的话 它开花结果的时间是会来的 很多东西是在这里 所以在纽约的时候 吸收的欲望强 创作的欲望并没有那么强 我那个时候是在一个 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 再找至于另外一个阶段 我知道说我不能变成一个前卫音乐家 变成一个很边缘的音乐家 不能写一些歌是没有人要听 但是少数人是很喜欢的 我觉得我还是得走在主流里面 然后把主流的音乐写得比较 高一点 让大众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这里面是有原因的 我不去看医生 我来做音乐 我答应我家里就是我做音乐 我应该可以还活得不错 不要担心 你一定会要离开你父母的家嘛 你还是得靠自己来养活自己 人得证明自己的存在嘛 所以后来我到香港去 有一阵那种 试着打进香港的市场 这样 而且我在想 对那是个历史功逢其盛的一个时代 我觉得香港人 别忘记他们身上的另外一个矛盾 还有英国人 对 因为那个是远渡从洋 到东方来同治 同治这样一个小段 而且完全不同的文化 对 它完全不同 但是又 香港人又怕失去自己东方那一块 自己用筷子用碗 过中国年 来表示这是我的传统 很会在东西文化里面 找一种撞击出来 而且慢慢因为97也进了 就是一个两个历史节点 给他带来那种紧张感 对 那种对 好像就突然爆发出来了 对 对 香港的楼大佑 在香港的楼大佑 跟之前在纽约楼大佑 跟在台北楼大佑 是一个什么样的 比较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别 哦 很不一样 嗯 那时候也是处在一个很私语状态 我一到香港的时候 我会讲广东话 我说我跟他们都讲 讲英文 是啊 因为在香港广东话 你知道的 对 它是绝对强势的一个东西 不 我觉得我还是个国语人 嗯 你生活在香港 一个周围是一个充满粤语的世界 其实也是很陌生的 对 对 对 这种陌生感是 香港人是三个字 讲三个字 是把自己压榨到 全部都没了 搏到尽 是吧 搏到尽 大家都会知道说 你尽量去竞争 竞争 尽量把别人打倒 那个好处是什么 所以他们就 其实竞争的很厉害 嗯 讲难听一点 甚至会踩得很厉害 嗯 那你一个台湾人在里面什么感觉 哦 我很心猛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不太站到前面去的嘛 香港的艺人是你当你 最前线一线的歌手 嗯 最红的时候 你不但要把歌唱得最好 你身体要跟所有的歌迷 要打好最好的关系 对 没事最好可以办一个歌迷会 哇 你唱歌演戏什么都来不及 你还有时间去办 哇 真的干拜下 哈哈 太强了嘛 他们这种必须要 必须不能输 必须赢的这种 但这个东西又会伤害创造力 是不是 对 嗯 我那时候做很多电影配乐 对 因为配合就不需要有语言的嘛 嗯 这个表达方式 嗯 去呈现的 诗语状态之意啊 还比较有有有有话讲的一个 自己偷偷学的一种沟通的模式 是 当时对你最初 这个难度在哪里 比如说 香港在我在的时候 从87年一直到 那黄金时代 电影业的光业黄金时代 对 每年至少什么150部啊 什么200部 这么 这么这么 这么可怕的这种产量 在香港做退业的时候是 是 假如你做的不够好的话是可以被原谅的 因为他一定要出去 嗯 他一定要出去 速度 对 不过可能 当我在80年底到香港 正好有个东西是 发明的 那个东西叫MIDI 数位音乐产生了 嗯 那 信与不信 正好可以让我们用比较少的人 大量的音乐的这种电子音乐的这种素材 就可以去完成那些类似管轩音乐的配乐 但是不幸的也是 跟别的音乐家之间的这种沟通就少了 我正好赶上这个时代 对 二十世纪末 全世界有史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个音乐的一个革命 嗯 大量的音乐家消失 嗯 然后电脑开始取代人脑 开始取代人的感情 嗯 翻天覆地的开始变化 嗯 对 好有世界主义精神 上来就是亚洲 我可以讲 我先自我介绍 我的主题是山东青岛 山东人啊 我爸爸是被打到台湾南 那时候因为台湾我们很多岛兵嘛 然后一些亲戚啊 好友啊都还在大陆 那时候还没开放 两边还没开放 那他们都没地方去啊 就私相亲切 然后就在这边听听一些老歌啊 当时客人 当时客人是什么样子的啊 当然当时过假日的时候啊 嗯 都要先订位 要不然合客们 嗯 因为那一首 先听一首 先听一首 好 我们就进去推手吧 好 像我们喜欢 我们感觉OK 就包红包一百 好好好 一百不嫌少 两百不嫌多 好 有红包吗 嘿 帮着谁 嘿 哈喽 这个问题 大家有很多人喜欢就是在这个场合里默默的 听您在唱 对 在想过去的自己的一些好的时光 嗯 这个因素 对对对这个其实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感觉 因为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年纪也算一把了吧 不是不是十七八岁会吆喝会干嘛干嘛这样 那我觉得音乐不需要就是说 像那么年轻人一样追星主那种方式去表达 我比较觉得说 那既然是大家一起走过来那么那么久了一段时间 然后音乐跟着人成长 环境也在改变 我们都共同这种目睹整个 从80年到到90年到要不如21世纪这个 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转变 我讲这种中间包括很多事件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如果说是有一个灵敏 灵敏而且触角够够够够 够够敏感的一个脑筋的话 我觉得是 是享受自己这种成长 一起跟老朋友见面一样的那种感觉 而不是在那边一摇一摇 但就帮我说 烹雲的泪鱼 沙洋在我的窗前 二给�雲的 招半夜哪放起 一一二两起马来 绽然的 我慢慢一身 横着 你心性 你永遠愛著我 愛情的東西我明白 但永遠是什麼 序幕在不拉開 一個死去過的靈魂 難道還怕鬼嗎 何況台下坐著的還有一堆活生生的寵你來的支持者 既然你換個江市 明天永恆的唯一 你好 志遠 對啊 你們今天穿這麼多袋子來 你把我搞成這個樣子 跟昨天那種衣服就要不一樣 不是老人家還是跟著我跟著Fashion 這真是很Fashion 您坐這邊 你要喝點酒嗎 你不是喜歡喝酒嗎 要嗎 你行嗎 現在已經比較不行 年紀大了 以前行是吧 以前厲害 我不是以前喝的太多 現在要付出代價 什麼時候酒量開始變少了 就自己 可以嗎 你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 在中國大陸有這麼大的一個追隨者的 就 九二 九三左右 我長住那時候是02年 然後那個時候正好是北京 大概是全世界最大工地的時候 就被你把他晃 打下來就是你 那鋼琴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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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幾年之間 不到北京之間 你看 晃了一下 是這個氣勢 這個整個感覺 那段時間我相信是 中國有史以來變化最厲害的時候 那我覺得北京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而不是我們想像的那個以前 90年代的北京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他要辦奧運嘛 所以 得跟全世界接軌 對 然後學習什麼是精確 什麼是新的時代 所以他會有 大致上大概會有這樣的存在 這種速度和規模 是不是對你一直有吸引力 他太吸引提醒我們那種 生活其實就在一個很大的改變裡面 比如說全球化 紐約 香港倫敦的股市一起一跌 你會知道全世界經濟的脈絡 今天是怎麼走的 藉著網路很多東西 可以得到一個講法 藉著微信得到迅速的溝通 這些商業科技的發明物 他們都太強了 他取代了人類的 本身的智能 安排的東西 取代的太快了 你會恐懼嗎 人工智能這些東西 他會取代所有的東西 我們自己深受其害 現在連電腦都會唱歌 但問題是他還唱得不錯 他還可以唱歌 他們可以作曲 對 但電腦造不出一個羅達佑 但是羅達佑沒有用 一個羅達佑沒有用 重點是很多年輕人應該要知道說 那個人的心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為什麼現在演出音樂 大家很注重 因為那個就是從山泉裡面 從山上 從樹葉 從土地裡面 從太陽裡面出來的音樂 這種東西才是歌的來源 才是藝術的來源 才是真正的創作的來源 為什麼搞得慢 你有一個很好的軟體 特別貴的軟體 你可以做出比別人更好的音樂出來 這個價值會混淆掉的 現在的人看起來 什麼東西大概都有 但是非常難以發揮 什麼都不強烈 怎麼搞得好萊塢都在拍一些 什麼Superman加 Spiderman加 Ironman 你怎麼都搞這種大集合的東西出來了 好像真正的人類的創意都用完了 大家拼命的在想把資源做快速的應用 再做快速的投資 想要拿到快速的回報 可是這個時代的料在哪裡 牛肉在哪裡 他真正拿出來的 做一個人 他講出來的話 他實質上的東西在哪裡 那像我們這種13年才出一張照片 我們就沒辦法快 我們既快不了 也不覺得可以在快的世界裡面 找到自己的位置了 謝謝你啊 謝謝你啊 阿婆這個店開了多久了 50年了 50年了 那時候是雜貨店 那時候是雜貨店 那時候是雜貨店是吧 您今年多大 81 81了 哇 這麼健康啊 太厲害了 健康啊 當時生意好嗎 剛開雜貨店的時候 那個生意好啊 那個時候的錢比較大 大起來很好啊 現在錢比較小了 是嗎 現在很多人做了 看不見 現在雜貨店已經沒落了 已經沒落了 是因為那些超市是嗎 都是超市 對 那您覺得過去在這 你覺得哪段日子是最開心的呀 最高興的 最開心的 十多年前 為什麼呀 為什麼十多年前 哎呀 提倉那邊 提倉一下 提倉一下 看一場會 比較大 您會唱嗎 鹿岡小鎮 會啦 不會老喝了 快吃 哈哈 沒有聲音 那 再一次 再一次 好 就好 只好 ceğiz 然後你看 天安門嘛 對不對 直面城 對 這裡 哦 對 景山 崇祯皇帝 上吊的地方 对 那个书不能放在那边 太伤感了 所以我们想说老师 为什么不带我们去布公呢 不要怪老师 怎么怪老师 说了幸福了 这么多年最痛苦的时光 是什么时候 我一辈子其实痛苦的时光 还有蛮多段的 大部分都是痛苦 真的还蛮多段 最近的一段 其实也不是那么近的 是我父亲过世的那段时间 98年 98年 我讲在纽约那段时间 亲人过世 然后家里的事情很多 很复杂 很复杂 才体验到晚年 人生有这么复杂的事情 我以为这段时间失眠蛮厉害的 我以为这段时间失眠蛮厉害的 你觉得失眠原因是什么呢 我这个人有时候自己会多想多一点 优国优民之类的 另外一方面是真的世界在产生巨大的改变 可是从00年以后就越演越烈了 你看01年就来一个911 接下来就是伊拉克战争 恐怖事情就不断传来 我以前最喜欢去的巴黎岛 蹦一下 东南亚 那个大海啸那一次 那个也很厉害的 那一次几十万人嘛 对 哇 真的是 我觉得好像好像 这个人类受苦受难还不够 惊讶还不够 以前天灾人祸好像都没那么厉害 现在天灾人祸就不断不断的出现 到后来你就看到 整个世界因为 产能过剩 然后大量的东西卖不出去 然后我们看到英国的脱欧 跟川普的当选 我们已经看到整个世界 其实是跟我们那个时候想象的世界 已经完全不一样 我不觉得现在有人认识这个世界 是不是也交了于 比如做一个创作者 找不出某种叙事的方式 情感表达方式来描述这一切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然后有些我们朋友问 罗大友你怎么不写一个抗议歌 你怎么不愤怒 你当初这种豪情什么去哪里 我的天哪 这个世界还需要我们来抗议吗 这个世界那么多愤怒 年轻人都已经那么多愤怒 还需要加一个老人家来讲这个愤怒吗 我就不需要吧 现在年轻人对于世界的不满 对于他们买不起一栋小小的套房 这样的一种焦虑 对他们没有办法参加世界各种 经济活动的这种焦虑 他们的愤怒已经够了 我们不需要再多那么多的愤怒 请饶了我吧 你怎么看现在的张力呢 现在这个时代 包括你自己的内造的张力 那各种各样的电子的器械 机器跟数位的沟通在盛行 大量运作的时候 似乎我还可以写一个 写一些比较接近人味的东西啊 我那个女儿就是 她又有什么比这个更接近人味的 她要哭就哭 你完全没有办法 她会帮助我去了解 去了解人的本质 在这样的世界是 比较平和的 比较自然的 比较开心的这种感觉 会觉得这种幸福的温暖的 会是种做麻醉吗 或是一种做逃避吗 因为家也是很多压迫性的 其实家本来就不是一个 很单纯的一个议题的 它可以很复杂 因为爱也是矛盾的嘛 所以去挣脱自己原来父母的家 其实是没有错的 但是你在生命的另外一个阶段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阶段里面 你会做不同的事情 那是很自然的 会担心自己创造力的减退吗 衰退吗 我觉得我永远在担心 自己的创造力的减退 好在有这个自知自明了 因为创作的东西不是在那边 你祈祷一下老天就给你嘛 不是这样的东西嘛 它还是得从你生活里面出来嘛 好像现在怀疑到台北 我又看到台北的另一面 小时候看到那个台北 现在是一个新的台北 就感受那个西区那个不同 好像仿如隔世 然后又要强迫自己 去适应这个新的世代 那我怎么样使自己 revibe 怎么样使自己再活过来 再去呼吸到那个曾经已经就是 变成古老空气的那种 现在是新的空气的一张 我觉得好像现在心定下来 比较让我觉得 好像还可以写歌写一段时间 当然那个不会是 不会是鲁岗小镇 不会是爱恩同志 不会是很激情的东西 不过好像现在的世界我在看 我不在想市场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世界因为它太快 好像需要一些东西是比较定下来的 你比如说那个加三整个 这个原来是唱过的 可是我原来唱我怎么唱都不对 我回到台北又想发现 我中间那一段我key把它转一下 可以把它加了温暖 可以把它弄得更好一点 你慢慢会把自己的这些原来写的歌 调整到这个位置 这个circle对你还是有 你本来应该 本来我觉得你给别人印象是直线的 或者说是慢腾一样的爬的 对宇宙其实都是都是圆的 是不是中国人的某种特性 又开始浮现出来了 我觉得是有 我觉得是有 你害怕这个吗